能想的办法都已经想了 但筹集到的钱款有限 最多还能再支持 我哥哥有没有消息传回 宣贵妃紧抓着冬儿的手臂 身子才勉强吻了吻 心中依然被一种巨大的焦虑 不安以及兴奋充斥着 这让她的嘴角都有些颤抖 冬儿的手臂被她抓绝得生痛 却不敢吭声 轻声道 奴婢已经托人打听过了 路程那边并无任何消息传回 怎么可能没有消息 宣贵妃歇斯底里的教导 至少那场仗究竟打成什么程度 难道也没有消息吗 冬儿默默地没有说话 她一定是隐瞒了什么 路程一定发生了什么 不然不可能突然就没有了 那里的任何战报 她大哥兴许真的听了她的话 做了什么 不然枪炫今日不可能 突然就想要杀她 她一定在为了那个女人隐瞒什么 她为了那个贱人 可真是贴心 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宣贵妃哈哈地笑起来 伸手就打翻了桌上刚刚插好的凤凰花 那硕大的青花长颈瓷瓶 在她云紧锣袖间飞落余地 发出了刺耳的碎裂之声 蹦践出一地破裂的碎片 轩辕瑶瑶光吓坏了 看着轩贵妃那张扭曲的脸金句 茫然地叫了一声 母妃 轩贵妃没有看轩辕瑶瑶光 扶了扶衣袖 示意弓碧将她儿子带下去 母妃 你怎么了 你没有事吧 轩辕瑶瑶光一边喊着 一边被弓碧带了下去 轩贵妃颓然地坐在空空的电雨之中 地上花瓶里青藏的水渍 湿了她裸裙的边角 也物质不知 她刚刚从枪炫的眼睛里 看到了她的命运 一种毫不留恋的 被彻底遗弃的命运 她可以不来喧哗宫 她也可以不再宠幸于她 可她不该用那样的眼神看着她 她眼中的鄙夷与厌恶 绝了她所有的幻梦 弯了她的心 她知道 以后漫长的时光里 自己便只是搁置于 这空空电雨中一个 可以行走喘气的物件而已 不再鲜活 不再有任何的意义 你让人去找我二哥 让她务必去打听路程的消息 半晌 轩贵妃面无表情地对冬儿说道 不管怎样 她并没有完全失去 也并非一无所有 她 还有轩辕瑶光 还有这个西颜王庭唯一的皇子 枪炫不是也因为如此 没有杀她吗 轩贵妃猜对了 枪炫确实因为轩辕瑶光而放弃了进一步查她 并生生压下了杀意 但轩贵妃不知道的是 在枪炫看着轩辕瑶光那张无忧无虑的面庞时 心里闪过的 是她自己童年的记忆 是的 她也曾是如轩辕瑶光一样的孩子 却在那一天 亲眼看见自己母妃将一把匕首插进了胸膛 决绝地跃入了她父亲裂开的坟墓 她跃进了她父亲的怀抱 在坟头开满了红艳艳的若曦花 却永远地抛弃了她 她的命运也在那一刻被彻彻底底改变了 而枪炫看着轩辕瑶光的那一瞬 心中有着一种深刻的怜悯 她摇摆了 那流淌的骨血之情与那孩子脸上的光芒 让她褪败下来 枪炫还是想庇护这个孩子 毕竟那条路 她走得太过心酸与苦痛 为了轩辕瑶光 她可以再放过她一次 路程的春光与旨意成并无不同 一大早 周永贵便坐在行员的住案前 心情愉悦地给轩贵妃写了一封密信 她不敢在信中多写什么 只告知了紧在山崖遭遇火雷允命的事 反正不用她多说什么 她妹妹也会知道是她干的 枪炫以严令封锁消息 她便只有偷偷托人 稍带回了纸意成 交给她二弟 她二弟自会想法子传递进攻 做完这一切 周永贵心情大好 虽然枪炫下令就地驻军 这使得她不能立即返回旨意成府中 与两个心纳的小妾 颠乱捣缝缝 共献温柔之乡 但她如今已是城中几万大军的主帅 说一不二 也不会再有人如锦那般锅造 这又使她无比的惬意 只要有权势 女人吗 在哪里都是有的 路程的女子夫白貌美 周永贵甚至觉得 比她府中的十几个小妾都还要销魂 只不过让她掳来的小娘子 虽然长得好看 可一到床榻之上 拘谨又放不开 脸上还总是摆着愁苦悲切的模样 这让她很失扫兴 她最近看上了路程最大的青楼天方楼里的头牌帘姑娘 一想到 她玉瓷一般的紧薄 高龙的胸骨 纤细如蒲柳的腰枝 撩人的眼眸 她就忍不住吞了一下口水 鼻子喷出了罗马一样 哼哧哼哧的热气 趁着天气晴好 想着连那滑腻的小手 周永贵又心猿一马心惊摇荡 穿了一件促心的锦袍 坐上软轿 晒着熏熏欲醉的阳光 向着城中而去 街市如往日般熙熙攘攘 人流如枝 抬着周永贵的软轿出了东街 过了一座四拱石桥 便朝着西街柳巷而去 一路上商贩的叫卖声 街头的杂耍铜锣吆喝声 此起彼伏 是生肖杂人流稀闹 这让软轿上的周永贵 眯起了眼睛 有一种烦鸟出笼般的 自在与惬意 突然 一阵马蹄与马车 露露之声 从后边传来 街上的行人 略略往路旁 一边回避 周永贵扭头一看 建议行人马 正慢慢地穿过街市 欲往城南而去 前边骑着高头大马的 是一男一女 男的穿一身爽丽的灰色树深井衫 外边搭着暗蓝色的鞋巾长卦 腰间计 一柄上品铸巾长剑 宽肩窄腰 生得十分 健硕俊逸 不过周永贵觉得眼生 并不认识此人 而与他并行策马的他认的 是青花浦北院 是人称赤公子的北院赤 此前还与他 一同于朝堂之上递了折子 请缘于路程 不过王上并未允他 却不知他为何会出现在这路程 他们身后跟着一辆马车 车厢很大 前边挂着厚重的锤蔓 与两边的窗帘 都密密实实地遮蔽着 也不知里边坐的是谁 马车后边紧跟着一溜 抚冰 大约有一两百来人 都穿着青花浦北院式的抚冰衣饰 锤手拿着兵器 脸上却并无利色 周永贵突就觉得很新奇 他叫停软叫 待他们进得前来 便冲着北院赤拱手招呼道 赤大人 北院赤原本并未注意到他 听他一呼 那双灼亮幽黑的毛子 便落在他身上 看着眼前这张肉肉笨拙的脸 北院赤那两条鹰挺鲜长的眉醋了醋 不过也就是那么一瞬 他的唇角勾了勾 逆撇向周永贵 抬手依了依 似笑非笑地回了一声 周大人 赤腰身直挺 骑在高头大马上高高地俯撇着道旁的周永贵 有着一种压迫于人的鹰气 可眉目间 却又透着女子的秀丽 只把周永贵给看呆了 他呼就发现 自己竟从未俘获过如此气质的女人 周永贵虽然忍不住吞了一下口水 却不敢造次 陪着笑道 赤大人怎敌在此路程 赤并不想与他多说 只淡淡道 来此访一位旧友 告辞 周大人 说着就策马前行 若无紧要之事 赤大人何不去军营小作 本将定备上美酒佳肴 扫踏相迎 周永贵不死心 又追着赤的背影盛情的邀请 赤没有说话 只微微回头向他欠了欠身子 便随着马车与队伍慢慢走远 周永贵呆呆地看了半天 依然对赤的美色恋恋不舍 却又对他的巨傲十分恼恨 物质呸了一声 便坐着软轿 向着天方楼而去 天方楼门前 已落着各式轿子 本地许多大家的公子老爷们 正穿着景山华服 摇着玉扇 一边与阁楼上的姑娘们调笑着 一边在那悬着五彩灯笼的门前 静静出出 甚是热闹 周永贵刚踏上那青石台阶 还未跨进门槛 天方楼的老宝看见周永贵 便轻摇着腰支走了过来 满脸堆笑道 听说大人要来 灵儿早已备好了石盒 在雅阁等着大人您呢 周永贵黑黑银笑了一声 伸手捏了一下老宝丰满的屁股 便哼着曲儿顺着雕花 楼梯上到了三楼 三楼雅阁的门虚掩着 周永贵急不可耐地推门进去 迎声唤道 灵儿 本将来 话音未落 门铺的一声被关上了 随即一个身影一闪 周永贵就感觉 有个人正站在他身后 还未待他看得清楚 眼前寒光一闪 他只觉得 柏梗寺被什么东西割破了 一股热热的液体从脖梗处飞溅了出来 他惊恐地发现 那 竟是自己粘稠的血液 周永贵啊呀地叫了一声 待看清背后的那个人 眼中露出惊惧之色 伸手徒劳地抓了抓 便翻着死鱼一样的眼睛扑倒下去 头磕在一旁的长木凳上 生生将木凳碰翻在地 他肥胖的身子如死猪一般 扑压在溅满腥臭血液的木凳上 一动也没有动